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在反應好一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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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未來男友 李宗 今天要拍的這個都市傳說 地點是在高雄左營的海軍寺海哨附近的老眷村 那在這附近的話就是會聽傳聞就是說 在老眷村的地方 可能在半夜凌晨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老軍人行軍 然後唱軍歌的聲音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 來這個地方做一個探險 那看看究竟是不是會聽到軍歌 然後看到老軍人的偽魂在行軍 那今天的話是我自己一個人來這個地方做拍攝 所以其實有點緊張 然後因為大家其實都會問說 我有沒有帶護身服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帶一個護身服 那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那我們現在就往拍攝的地點走吧 這邊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走往老眷村的地方 那因為可能經過改建的話 其實房屋的數量有變得比較少 那這邊都比較暗一點 鎖電筒可能照明還是沒有辦法那麼強 那可能要等之後配備再做一個升級 這條路的話還蠻空曠的 旁邊都看不到 比較暗礦一點 都是一些樹林 然後老房屋 還是會有點看不到 昨天都不夠亮 路燈數量比較少 比較看不到 一間老舊的房子 這個就不能進去 進去的話 可能會有點麻煩 因為畢竟 可能 還是屬於 民宅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這樣看一下 那我們再往前面走 很奇怪 這條路怎麼晚上 還有人在散步 那前面這邊有一棵大樹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手電筒比較不夠亮 所以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是一棵很大的農樹 那農樹在台灣的民宿來講的話 算是比較容易拒陰的一棵樹 那這一棵還蠻大的 給大家確認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 陰塵2點24分 那這附近的話 都是一些眷屬 房子比較老舊 還有住人 這邊還有住人 給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門 紅色的門 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是還沒有聽到什麼 怪異的聲音 或者是行軍的聲音 這邊有一個 老舊的一個 木質的新鄉 對 居民的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 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附近 全部都是樹林 全部都是 對 比較特別 那而且樹林 這個樹的話 基本上都是非常茂密的 感覺好像 很久沒有去做一個 整理 那我們往旁邊這一條 這邊還有一條路 這一條比較暗一點 大家看一下 這條路 這條路真的蠻暗的 這條路真的蠻暗的 26-1 用油漆斜的 這條路比較亮一點 可是在這種地方 反而亮的地方 會覺得有點可怕 沒有關係 我們就要繼續往前走 我們就要繼續往前走 鎖電動的話 要是先把它打開 應該是 不會發生什麼特殊狀況 那我們再往旁邊這邊走 現在有點恐怖啊 自己一個人來 晚上就算沒有遇到什麼 還是會覺得很可怕 對 再繼續往前走 那這裡的話 也是一個軍區 在這邊 也是一個軍區 目前我們 都沒有聽到 行軍的聲音 然後 長軍各爾聲音 算是 比較可惜 然後 待會不知道會不會遇到 這裡有比較亮一點 等一下等一下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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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